話說廚具日新月異 今年台灣引進了一些 瑕密好玩的廚具呢 就讓喜特利的七年級 小鮮肉總經理侯少彥 來告訴你 這一款就是那個電動車輛插座 一般來講我們插座都是 外表看得到嘛 對不對 它需要長按 三秒它才會出來 因為怕小朋友有去碰 那它可以由上往下 你也可以由下往上 它有兩種不同方式 然後以及橫向的也都可以 還有跟瓦斯爐連動的車油煙機 觸控以外呢 我們還跟我們排油煙機做連動 就是火力大它的風速就大 火力小它風速就小 像有的覺得 我燒開水又沒有油煙我幹嘛不開 但是那是錯的 因為你燒開水的時候 你瓦斯燃燒一定會有廢氣 一定會有山魚的瓦斯沒有燒完 那些東西會造成你的呼吸道 或是你的內部 其實身體健康都是會有損的啦 哇這個中島吧台會勝降 吃飯做著吃飯的時候就是降到最低 可是如果我是三五好友 小酌幾杯的時候 我可以把它升起來 所以它這個是給那種就是 廚房想像空間多樣性的這種人 廚具已經不再是廚具而已 朝著空間多樣化的方向前進